乌鸦喝水 夏天,天气非常非常热 树林里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 小乌鸦好渴呀 它想出门找水喝 小乌鸦在天上飞呀飞呀 越来越渴了 可是哪里能找到水喝呢 突然,小乌鸦看到了一个玻璃瓶 瓶子里还装着一些水 小乌鸦开心极了 小乌鸦把嘴巴伸进瓶子里 可是瓶口太小了 瓶子里的水又只有一点点 喝不着水的小乌鸦急得团团转 怎么样才能喝到水呢 小乌鸦开始想办法 小乌鸦拨弄着脚边的小石头 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口渴的小乌鸦能喝到水吗 小乌鸦一点点地往瓶子里丢小石头 不一会儿瓶子里的水就升到了瓶口 小乌鸦开心极了 它张开嘴巴欢快地喝了一大口 喝了一会儿 它又往瓶子里丢一些小石头 水又升到了瓶口 挨动脑筋的小乌鸦终于喝到水了 凉凉的甜甜的 真舒服呀 狐狐狸和乌鸦 森林里有棵好大好大的树 树上住着乌鸦 树下的洞里住着一只狐狸 一天 乌鸦叼来一块肉 站在树上休息 好大的一块肉呢 狐狸看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心里盘算着 要怎么得到这块肉 乌鸦站在高高的树枝上 树下的狐狸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乌鸦嘴里的肉 狐狸太想吃到肉了 它才不肯轻易放弃呢 眼珠一转对乌鸦说 亲爱的乌鸦 你好吗 乌鸦没有回答 狐狸只好陪着笑脸又说 亲爱的乌鸦 您的孩子好吗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 还是没有回答 狐狸摇摇尾巴 第三次说话了 亲爱的乌鸦 您的羽毛真漂亮 麻雀比起您来 可就差远了 您的嗓子真好 谁都爱听您唱歌 您就唱几句吧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 非常得意 夸我嗓子好 爱听我唱歌的 只有你狐狸了 说着 乌鸦就高兴地唱了起来 刚一张嘴 肉就掉下去了 狐狸 狐狸 叼起肉 就算到洞里去了 而乌鸦呢 还在树枝上 陶醉地唱歌呢 乌鸦学老鹰 大家好 我是记者猫小帅 天呐 瞧瞧我发现了什么 一只羊抓住了一只乌鸦 真是稀奇的事 我们过去采访采访那只可怜的乌鸦吧 你好乌鸦 不好意思 我现在正忙着呢 请问 为什么你的双脚会被羊毛缠住呢 哎 刚刚我看见一只老鹰 用双脚轻松抓走了一只绵羊 我想我也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抓只绵羊尝尝 不过 看样子你好像失败了呀 哦 是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 你的体型太小了 爪子也不够有力 你说的有道理 我没有老鹰那样的身体条件 它的办法根本不适合我 哎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也有模仿别人的时候呢 一定要想想 别人的办法是不是适合自己呀 你看再恐走吧 你能 était做了吗 你 robotic fenomen 不是用 под钟 说 呀 我 官 应риг 干什么 永远 活的 钱